康熙问王府庭你是什么出身 问到出身 王府庭身子突然一差 连连叩头回答 臣祖辈威贱 乃是酷兵出身 酷兵出身的人是富而贱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虽然有钱 却被人非常的瞧不起 因为盈酷重地 怕酷兵盗窃银子 所以他们出入酷门的时候 都要被拨得一丝不挂 而酷兵们每月所挣的月猎钱 又没有办法养家糊口 所以为了能够偷盗银子 他们从小就用石头和蒜 把肛门渐渐的撑大了 将来当酷兵的时候 出酷门就能把银块夹带在肛门之中 这是人人皆知的秘密 王府庆酷兵出身 所以呢 他一向把这件事 看成是奇耻大辱 他是紧紧的隐瞒着 但是皇帝问他 他又不能不如实回话 所以酷兵两个字还没输出口 眼眶中已然是满寒泪水了 声音也显得有点哽咽 康兵呢 也觉得挺意外 弄了一下 长叹了一口气说 啊 朕倒不知道你出身 微贱如此 接着又提够了嗓音 慷慨说道 自古以来 唯唯丈夫烈利英雄 比清出身罕见的多的是人 大英雄所患 是在事业不利 而其他的事 也就微不足道了 说到这儿 康兵就叫了一声 张万强 奴才在 你立刻 传朕的旨意给内务府 王府臣举家 托吉台旗 改立 康兵说道 这儿沉淹了片刻 觉得既做人情 就不如做得大些 于是果断的说 汉军正红旗 了得吗 就皇上这一句话 王府臣的出身 就从低贱的酷兵 改为汉军正红旗了 张万强 答应一声 扎 然后就地扎了个签 转身快步退出了 楚秀宫 王府臣此时 感动得泪流满面 要不是金钱不能失礼 早已然痛哭失声了 现在只能是隐气磕头 康兵沉重的说 你好自为之 朕本想留你在金贡职 朝夕可以相见 但是平凉重地 没有你这样有能位的战将 朕更不放心 西边南边麻烦是很多呀 朝廷还要倚重你这个马腰子呢 旁边的人听着 康兵这几句话 轻松平淡 但是 在他话中 西边这两个字 王府臣听来 却如雷声轰鸣一样 他早年随红城仇南征 江浙平顶之后 便改归平西王 吴三贵截之 吴三贵 对待这个掉入自己 挥下的王府臣 是解衣衣之 推食食之 就是说 吴三贵 有好衣服 给王府臣穿 有好吃的 给王府臣吃 对待他 比对待自己的子质 之辈还要好 即使 把王府臣 调到平凉 吴三贵每年 还要接寄他几万两银子 所以 现在西边这两个字 出自康熙之口 这是一有所致的 王府臣很聪明 当然也闻着会心 不能不表明一个态度 想到这儿 王府臣急忙叩头 皇上 您伟臣统兵在外 继臣以抚心 代臣大恩 如天高海参 上级臣的祖宗 下辈 臣之子孙 臣若备恩负义 不但无言于人事 也无耻于祖宗 请主上宽心 一旦西方南方有事 臣虽干脑徒弟 也不辜负圣恩 康熙 这个时会 显得有点激动 双目闪烁声光 只有在此时才能看到他 跟他年龄不相秤的老练和成熟 康熙说 朕 不是对什么人不相信 确实 舍不得你 这样的人才 远离北京 到边陲吃苦 他一边说 一边从座后 拿起了一对 四尺多长的 银制盘龙爆尾枪 想了想 又把一只放回去了 加重了语气 跟王府陈说 这对枪 是先帝留给朕护身的 朕每次出行 都要把他们列在马前 朕知道 你在那边过得并不如意 不日就有诏 调墨落入京 想呢 也可以拨一些去 救救急 没法子 钱一多半 都给人拿去了吗 你是先帝留下的陈奴 赐别的东西 都不足为贵 这里 朕把枪分一支给你 你带到平凉 剑枪如剑阵 朕留一支在身边 剑枪如剑阵 说着 康熙逗大的泪珠 依然躺出来了 康熙被自己的话感动了 王府陈面色苍白 激动的不住的抽气 胜安身宠 胜安身宠 奴才虽干老徒弟 不能 烧爆万一 敢不借古红之力 一笑皇上 说把颤抖着双手接过枪来 缓缓却步 辞了出去 刚出垂花门 再也控制不住感激之情 竟颜面放声 痛哭起来 孔四珍 那天从宫中辞了出去 自己呢 就回到他东华门外的官邸 因为余震不止 康熙不想来回搬动 第二天 仍然在楚秀宫 召见索额图 雄刺旅一事 魏东廷等几个大侍卫 在外边侍候着 也觉得十分方便 皇后因为公宾不见外臣 就带着贵妃一干人 住在苏玛拉宫 修行的中翠宫后佛堂 前边的天井院里 临时搭到棚子里 太皇太后 因为没有地方去 闲坐着 又觉得气闷 就带着苏玛拉宫 走到前边楚秀宫 看康熙办国事 带雄四旅和索额图 给太皇太后行过礼 康熙才坐下 他默默的打亮着苏玛拉宫 自从五次友跟苏玛拉宫 发生了婚变 已经有半年多了 近来苏玛拉宫的心情 似乎比五次友离京的时候 好了一些 走路呢 也显得硬朗了许多 一身黑色的衣服 硬着血色不足的面孔 已经不再白得让人不敢正视了 只是神情中依然带着淡漠冷峻 使人觉得有点凛然 太皇太后一边坐着 一边微笑着 对旁边势力的索额图和雄次旅说 皇帝呀 到底是经了事的 比以前是练达的多了 昨日两件事处置的都很好 四真文武全才 嫁的这个孙颜龄 或许能给这匹野马套套笼笼 明珠上回折子里头说 王府臣这个人 世上以功 处有以信 拜人以宽 欲下以言 也不坏吗 显然 他对王府臣印象颇佳 雄次里公孙陪笑着正想答话 康熙却说 祖母说的是 不过也不敢大意 孙子见过几次孙颜龄后 瞧着这个人很傲气 时间长了 保不住还会发生变果 王府臣确实恭敬 不过恭未必就中 他受吴三桂的好处很深呢 孙子不能不待他更好一点 他要是有良心 好好的在西边截指兵马 将来撤翻就容易一点了 站在一旁的魏东廷 一直不明白 康熙为什么这样后代王府臣呢 看这个王府臣 是整整的一个吕布啊 像三国年间的吕布 先是丁元后是董卓 为了一个美女貂蝉 要把义父董卓赐死了 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皇上为什么如此后代呢 现在听了康熙的这番话 魏东廷才恍然大悟 不禁对康熙投起了钦佩的目光 这时会儿就听雄次吕说 万岁圣律即经 圣段即明 四公主下架孙延灵 东可恶至尚可喜 耿京中二番 西可阻饶云贵 但是王府臣的情形 却有所不同 他手下的王平帆 张建勋 龚荣裕 马一贵这些汉将 有的是吴三桂旧有 有的是李自成 或者张献忠的余档 王府臣在今 虽然如此 回去 难保不生变故 一臣遇见 说到这儿 雄次吕却念如了一下 嗯 康熙点了点头 说下去 雄次吕接着说 臣以为 还是将王府臣留在京师为好 康熙听了 一时没有说话 低头想了半天 撞过脸来 问索额图 你看呢 索额图急忙回答 平良 关乎西路重地 臣以为雄次吕所云 有道理啊 说着 他看了看魏东廷笑着说 臣保一人前往 一定可以胜任 康熙 看着魏东廷 笑着说 你是说 让魏东廷去 说完了 他又转过脸来 瞧了瞧太皇太后 见太皇太后 正和苏妈腊姑低声说话 就又转过身来 问魏东廷 你去如何呀 魏东廷双手一拱 单膝 跪倒 大声说 奴才为万岁之命 视听 万岁叫奴才去 奴才就去 康熙 沉思良久 断然说道 不成 静思 乃根本之地 必然有魏东廷这样的人来拱卫 我才放心 王府臣截止息怒比别人合适 针对他 感知以情 截知以恩 化知以德 他应该知道报恩 再说了 这个实话忽然调离王府臣 只能加重平息往吴三贵的一句之心 在旁边闲谈的太皇太后忽然截断了康熙的话 对了 他扶着椅子 又站起来说 吴三贵顺顺当当的撤了番 什么事也不会有 那吴三贵要是造了反 王府亭那儿换谁去 都是一样 不过 雄刺里说的也对 王府臣和孙燕灵下头那帮人 是做贼的出身 不能不防 四根去广西再迟一点为好 这回子又不撤番 没得回去 叫那些小人挑唆得孙燕灵变了心 京师这边麻烦也多呀 眼下我们祖孙想出京巡视一下 没有小位子这样靠师的人跟着 你们留在京里办事 也不会那么放心 听到这儿 索额图和雄刺旅几乎同时惊叫了一声 出巡 不知老佛爷和皇上要巡视何方 五台山 太皇太后绑着脸 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说出了五台山这个地名 雄刺旅大吃一惊 曲起一步扑身腹地 磕了个头 仰面问道 老佛爷 万岁 京济刚刚出定内外游宜 多少物极待办 不知何故出巡 臣以为不可 说着 他转过脸去 质问站在旁边 沉吟的索额图 君身为国家大臣 此时为何坚勿不语呀 索额图一时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 因为他曾经听说过 先帝出家为僧 而且父亲索尼 临终前也曾说过梦话 说什么五台山 顺之爷 所以索额图 从种种迹象中 隐隐约约的感到 先帝的驾崩 必有隐情 此时 听太皇太后 亲口吐出五台山 这三个字 正好证实了 自己的推测 此时见雄次旅 责问自己 想了想 还是装糊涂才好 就随声符合着说 奴才也实在不明白 太皇太后跟圣上 为何要西巡五台山呢 康熙说 近来京师发生地震 黄祖母定是为了求佛祖灵佑吧 康熙的心里也觉得祖母 有点废夷所思 呼了巴的提出了要上什么五台山 就陪着个笑脸正想劝 太皇太后看出来了 就截住了 他说 皇帝说对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地洞山川窑 自古就有 我本来也不放在心上 但是 这次来的奇怪呀 你们看 西南方 银彩 为什么这么红 镇的太和殿 都塌了半边 你们还劝 难道要等北京城全线下去 才去求佛祖吗 康熙见祖母 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 还要长篇大乱的讲下去 就笑着解释说 地震 是孙子 师德于民 招致天怒 皇祖母 替孙子操心 可就近 到谭之寺去拜拜佛 不也就尽了心意吗 祖母上了年纪 身子是要紧的 再说 京师里 其事八事的 咱们一下子都去了 怎么放得下心呢 没想到 太皇太后说 谭之寺 怎么能跟五台山比呢 五台山 是闻珠菩萨的道场 活佛所在地 雄四里听到这 急忙解释的劝着说 聚奴才看 这次京师地震 是因为敖拜 多年来乱政所致 天边 虽然是由人事引起 若善修人事 便可挽回天边 何必去求西方佛祖 雄四里的学究器 上来了 他又要大讲 天人互应的道理 不妨太皇太后 冷笑了一声喝道 你住口 我敬佛祖 跟你尊孔梦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说 孔梦的不是 也不许你在我面前 毁僧棒道 他的脸气得煞白 他想了想 雄四里是个忠臣 又是个书呆子 就不再说下去了 一转身 坐回到椅子上 苏玛拉姑呢 本不想在这个场合 多说点话 见大家沉默的难堪 双手合十 插口说道 这是老佛爷的心愿 七天前 在慈年宫 跟老佛爷说姻缘 老佛爷说 他曾经梦见过 金甲神将来讨怨心 老佛爷说了一句 五台山献御佛一尊的话 如今又出了地震的事 去一趟五台山 也是应该的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圣人也没有说 就没有鬼神 还是宁信其有 不说其无的好 太皇太后听到这儿 叹了一口气 哎 慧真大师这话 说到我老婆子的心里了 我呢 也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 还为自己祈求神 只是盼着孙子黄土永固 也就安心了 五台山呢 我是要去的 皇帝要是顾不来 我一个人去 也就是了 康熙急忙站起身形说 孙子怎么敢 孙子自然要陪祖母一道去 经理的事 斩由雄四旅和索额图维持 机密鞋也就是了 就这样定下来吧 太皇太后和皇帝 同出紫禁城 至谈这四交际 这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啊 所以礼部奏义以最隆重的大驾 鲁部按清代皇帝出巡的仪仗 共分四等 交四用大驾 朝会用法驾 平时出入用鞾驾 行性则用旗驾 所以圣旨一下 举巢忙碌 旅部衙门前 白天车水马龙 夜间灯烛辉煌 满汉尚书 侍郎各司主事 笔贴是通宵达旦的 起草号制 安排百官班次 皇帝铸币官坊 和迎送礼节一仗 一个个是累得历尽神皮 连着忙了七天 才算忙出个头绪来 北京的大小官员 前手百姓 听说大驾是因为地震而出 是去尊天敬祖 祈福幼民都十分敬福 眼巴巴的等着瞧热闹 接到宋家出城的旨意 和朔俄府 太子太保 无应雄 四更天就起床结束停荡 无应雄是一品散致大员 按理呢 他应该穿九蟒五爪的袍子 先贺补服 但礼部特别智慧 无应雄应加上黄马罐 和双眼花铃 他一听就知道这是特点 本来是很高兴的事 他呢 却多了一个心眼 自己浮处京师 越是不招人眼目 便越好 现在皇帝 读下特纸给自己 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 再说了 穿得太显眼 百官瞧了 心里会怎么想呢 自从 敖拜倒台之后 一向安居的无应雄 突然感到不安了 似乎有某种可怕的力量 潜伏在他的腹底四周 三番这两个字 也越来越使他感到可怕 但是 父亲吴三贵的来信 并没有提到朝廷 有什么异常动静 他相信 朝廷如果有什么动静 他的父亲 吴三贵 很快就会知道 在北京 除了自己这根眼线之外 不知还有多少人 暗地里 为父亲效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